大家好,在6月的時候,我去了韓國旅行 看到當地的女生的妝容都是比較明明一點 但遮瑕度又很好 細紋之下,原來她們BB Cream加CC Cream一起用才有這個效果 今天我就會試試跟大家一起用BB Cream加CC Cream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效果 今天會用到Cinno CC Cream 這隻CC Cream,如果你皮膚比較偏黃和偏青一點 或者皮膚有些敏感紅的位置都可以幫你遮得到 還有,它有韓國首創的微粒調色技術 可以追蹤到你面上不溫暈的膚色 會令到你皮膚自動調色 塗上去之後,就會令到你亮白有光澤 亦都可以會白一點,和看起來更緊緻一點 現在試試塗上手給大家看看它的質感 其實它的質感都很透薄的 很容易推開 它裡面有水界膠原 還有維他命C 還有專利的FITO EXTRA抗老成分 同時它亦都可以化妝同時為肌膚增生膠原 其實它可以自動追蹤到皮膚的顏色 你看到現在塗上去都很自然 Creme 和BB Cream 其實我都會用一個這樣的海綿 記得要濕一點水 然後呢 就可以 將 塗黃到這麼大小 就可以足夠整塊面了 先印在額頭、鼻、兩邊面上 其實用這個海綿的好處 就會令到你的妝會再貼一點 再綁濕一點 好了 我們現在試試 其實手勢呢 就是由外推去內的 其實呢 最重要呢 就是 慢慢印上去 因為你化妝的時候 記得 就是要仔細一點 看到嗎 看到嗎 現在呢 其實已經 是有一定的遮瑕效果 好了 跟著額頭位那裡 通常呢 T字位會比較柔的 那這裡也要塗得仔細一點 而且不要忘記 眼角位也是要去塗過 因為呢 眼角位呢 就會比較暗塵一點 如果你塗了之後呢 那整塊面的膚色就會均勻一點 看到嗎 現在呢 已經是皮膚立刻 好像上了粉底一樣 其實你這樣已經可以走出街了 其實你 比如我剛才下巴比較偏紅一點的位置 已經遮住了 跟著你面上一些比較膚色 不均勻的地方 已經是遮住了 基本上如果你塗完CC霜 已經可以就這樣出街了 但如果你去上班 或者見客 見一些重要的人去拍拖 或者見朋友的話呢 我建議你塗完這支 Cinno的BB Cream 因為這支Cinno的BB Cream 遮瑕度成分相當之高 它足以可以遮到你 黑眼圈 粗大的毛孔 紅印 暗瘡印等等的瑕疵 連幼紋都遮得到 其實呢 最重要是因為 它是有高濃度成分的透明質酸精華 它呢 比方家一般的BB Cream 是保濕得多 所以呢 是十分之long lasting 現在試上手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質地先 大家看不看得到 都是十分之容易推開的 它可以呢 反射到天然的光線 其實呢 塗這個BB Cream 記得 你要先塗一些 鼻液那裡 毛孔會大一些 例如面額那裡 都會有些毛孔 或者有些暗瘡 用你上遮的話 都要重點去遮 用回剛才的方法 先印 先印 部分的BB Cream 在臉上 那如果你想重點去遮瑕的地方呢 你就要這樣去印壓 面額的地方 下巴 下巴看到的紅印呢 都是要遮得仔細一點 用按壓的方式 大家看到它 下巴掌 下巴掌 使用在那裡 掃了 一樣要仔細地印 的 記得我剛才說的眼角 暗沉的位置 下巴掌 頭呢 通常T字位 要再印得仔細一點 可以看到現在皮膚已經沒有了瑕疵了 塗完BB Cream之後 其實臉上的瑕疵 我本來下巴的暗瘡印都已經消失了 其實先塗完CC Cream再塗BB Cream 就可以打造這個BringBring的妝容 大家可以看到皮膚看起來是很有光澤的